兩星期前,中央已經決定邀請泛民主派去上海 到現在已經自自報報名了 泛民主派還未決定是否參加 但一班溫和的泛民主派一直都猶豫不決 一個建制派議員相信他們在擔心 去上海會惹來激進派的攻擊 但最諷刺的就是社民連的梁國雄最爽快 截止之前就向秘書處報名,說會隨團出發 公民黨和民主黨可以說是作為溫和泛民的兩大陣營 一直都舉期不定 被王國興批評是扭扭靈靈 建制派還相當關心究竟工黨會不會一起去上海 原因就是今次的上海之行 是因為工黨副主席何秀蘭的提議最後啟發出來 事源就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去年出席立法會五宴時 何秀蘭直肝向中聯辦的官員建議 不如讓全體議員回內地考察認識國情 據聞事後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就馬上找來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 商討這個建議 中聯辦當時認為要首先處理好回請立法會這件事 先再考慮其他問題 雖然最後都沒辦法成功回請到立法會 要找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過橋 要她請議員吃早餐 當作是請回立法會 同事都決定借政改這件事 邀請議員去上海 今次的上海之行 於是被形容是何秀蘭成功爭取 我們都向何秀蘭求證過 她就澄清當時並不是爭取去內地談政改 而是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個國情研習班 可以了解一下內地的黨政軍架構 讓泛民學習一下內地的公共行政 何秀蘭都說在閉門會議的時候 曾玉成都不時拿這件事來開玩笑 說今次的上海之行是何秀蘭自己搞出來的 何秀蘭就說是建制派混淆士兵 將她硬硬地擺上台 雖然泛民還未表態 但其實內心都有個譜 公民黨傾向會派兩至三人 當中會包括黨魁梁家傑 民主黨亦都傾向派部分黨員出席 至於沒有回鄉政的劉慧卿 何俊仁和陶謹申會否去 就要等星期四開會拍板 請問一下 好看 說明